陆军5237部队陆军819医院和嘉宇荣民医院联合组成的医疗服务队是分成三个组从今天起在嘉宇市郊外的清寒地区为贫困居民疫诊、失医、赠送春联也放映电影 这些贫困的居民在接受驻军赠送的春联的时候都很高兴 他们在接受医疗服务的时候脸上也都呈现着感激的表情 嘉宇市新村里一位87岁的居民洪顶接受了免费的身体检查以后 曾经向驻军副部队长王将军一代的道谢